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日的影片主题是 无限轮回,收拾屋日 没错,实在是太多东西了 我发现每个星期我和中店依依是无限轮回 一件事就是斗还原 因为她是很努力地把我所有东西塞好 然后我又不知道她把东西放在哪里 不停地轮回这件事 我就弄乱屋,然后又收拾好屋 本来我打算一套一套的锅是放在一起的 但已经找不到位置,不断乱地塞 然后也看到这里 本身的位置是会像一个陷入式的焗爐 或者是洗碗机 但我们不用变成一个放柴米油盐的地方 但是满舍状态 所以我就决定不如收拾好一点 整齐一点 再加上就是我的拍片房 大家看到的背景好像很干净 其实是超多东西 我们今天加油 因为我们住在小岛 不是太多地方 也不想在市区搬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收拾的东西 基本上是在日本城那里找到的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是买满三件 一百元就有八五折 所以我们就出去看了 本身懒是东西 拍了一点点照片 但我们发现去到那里 就忘记了夺位 我想说长洲的这间日本城 也挺大的 它是有下面 还有上面两层的 比起我在市区走的一些 都再大一点 好像无端端拍了一个日本城旅游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一些日用品都会在这里买 啊!我看到了 我想找一些不同的收纳箱 或者柜 你在看什么? 不是,我在看什么 喂呀!我想问一下 有间房那里 你们量了多少? 啊! 不是说量了尺吗? 你用一只手量量就行了 三只手 OK 它有没有射呢? 我先拍下它 还有什么我们要? 一些箱箱箱箱的 我研究一下 反正都要量度位 我们厨房你都没有量度的 是吗? 没有啊! 哈哈哈! 我们不是说量度位才出来吗? 好吧! 拜拜! 完了啦! 哈哈哈!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盘点清货 全场买三件 满一百元 照价百五折 吸引了过来 但是 就是忘记了要量度位 好啦!我们现在回家量度位先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打算去选东西 然后回来 我才发现原来 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回来量度位 上它们的网 就可以选择一切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可以立马在铁店里拿到 其中的东西现在所有东西已经 choosen 那就可以出来 来这个整齿 大狠道了 哈哈哈! 好! Selena, Let's start! 我们应该先来 ہے这个 还是先去前柠檯 ago 先去后后柠檯 OK 那就 哈啦! 把相机当中取位 交给我吧? 是的呀 这个就是在长泥斜舍的山洞里 是有很多 有不同的食材、煮食材料、麵 有些未開的柴米油鹽、醬料 好,我們就要將它全部塞進來 再看看如何收拾 米肝已經放了很多次進去 它很咬,因為用了很多年 所以我決定換過身 因為我上面會搭東西很重 它就一下子凹下去 結果它就做不到一個麥風的效果 這個就是我很想換掉它 好累啊 那個醬油、牛骨、拉麵好像挺吸引 這個? 是你日本買的 是啊 在這裡清洗出來是有這麼多東西 好累啊 其實我裡面本身有一個架 我應該也會保持它 因為是挺好用的 它可以這樣拉出來 但是之前我放在那個洞裡面 已經是頂住了 從來沒有拉到過出來 我希望今次我可以撿到 就是真的一些東西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然後呢 我們不如還是抹一抹它 好吧 我們最後決定就是在底部 用一個比較大的櫃桶 盡量裝上臉 或者是一些卡卡卡的東西 眼不見為乾淨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新的米肝 這次呢 成了 我不再用那些在下面燙了 這個這樣打開 就不怕被東西壓難度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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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是剛剛好 然後呢 我已經量好了 上面可以放這個米肝 然後這個小的米肝 裡面是有些冰糖、蔗糖、粉絲、米粉 那類 我看它都沒穿沒爛 就量了位 應該剛剛好 是放在這裡的 完成 可以拍一下 有沒有好多 現在的感覺是分緩別類 不會像山泥傾斜一樣 最重要是你用得順手 有沒有好多 都可以的 起碼好像有整齊些 來到這個櫃 我上面 就打算用這一類型的架 去分開上下兩格 一套一套的架去做 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都可以 好過現在這樣搭在一起 他們是一套窩來的 所以是搭在一起 但現在是幾套窩 我覺得不美觀之餘 我很難找 我選了三個 想法就是打凍放一個 打橫放一個 打凍放一個 應該是剛剛好的 本身這裡 我只是打算放一些鍋 但是呢 依依是把一些蒸的碟 焗東西的盤 還有呢 我的這個 針板 都放在這裡 完全是不同的鍋 它亂把東西在上面 放來放去 我想所有東西有 系統少少的 小姐我們多少個人住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現在可以搞一個卡巴大廚的比賽 都夠用了 十幾個參賽者都可以做 哈哈哈哈 你不要引我笑 我現在很努力地搓 他們都重聚了 這樣是剛剛好 一套一套很整齊 沒錯 那你是根據什麼情況 來決定用哪一套的呢 那天的心情 哈哈哈哈 還有煮的那些食物是什麼顏色 如果是那些很深色的醬料 我會用深色的煲 或者是一些蚊燉的 他們其實每一個的深淺度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就要看菜式 還有我煮的那樣東西 那個形態 還有 心情 哈哈哈哈 超多人問呢 這個窩夫機的牌子 你可以拍給大家看 它是我鄰居買了自己沒用 然後我們又很想要 那他就送了給我們 把它放出來先 登登 搞定 是不是看上去整齊很多 全部變成一隻隻 然後呢 拿又容易拿 剛才那裡是搭到很難拿的 現在我每次想要什麼 是逐隻 這樣移動出來 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鍋 鍋 現在要試買 OK 刪到的 OK 非常好 沒問題完全刪到 一打開出來 哇 跟剛才相差很遠 沒錯 現在是超整齊 沒錯 我建議以後不要再用這些東西了 哈哈哈哈 就保持著這個現狀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收納達人 突然間 我看到環點撿開廚房 打算弄完這一瓶 因為覺得它有少少浪費 我放了一些調味機 調味架 但是它是單層 好像還有一些空間可以向上發展 就選了這個架 我讀了它又不會令到我的桌子少了很多空間 但是它就可以把東西分緩別類放在上面 應該可以再整齊一點 我猜 我現在就嘗試一下把它放在裡面 是不是整件事又整齊了 沒有 耶 我們首先是清空了這個位置 你現在好像叮噹地把我的法寶出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漂亮啊 是 這個我已經時間關係已經組好了 搞定了 今天的廚房最後一個目標 就是這個架都收拾好了 是很整齊 現在下面是chopper的罐頭 然後上面是湯包 再上面就是它的乾糧 還有一些水瓶 很整齊 那廚房搞定了 我希望現在時間是快五點鐘 我還要煮飯了 我想快快手收拾我的拍片房 因為我已經開始頂不住了 應該大家比較少在這個角度去看這間房 因為平時我的相機是放在這裡 這樣拍轉頭 我坐在這裡分享 然後其實呢 這樣看這一邊是超誇張的 我已經是每一個櫃桶 收拾得盡量整齊 但是已經滿了 一打開 例如這裡是放防曬 已經是物質質 放面膜 已經是整個櫃桶 甚至乎最後這裡 是放一些旅行裝 都已經是滿了 除了這張桌子之外 我們的地下 沒錯 全部都是找不到位置放 已經是一枝枝放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來這邊 這個現在傢伙櫃 它是好用的九層櫃 上面放唇膏 我已經滿了 眼影 然後每一格都已經沒有位置 再放一些新的成員 焰紙 是不是很誇張啊 我這個collection 所有的碎粉 很多朋友問我收納的攻略 有什麼策略呢 就是買多個櫃 我考慮了超級久 買不買多個這個櫃 但是現在傢伙的運費 都真的挺貴的 是貴過我買這個櫃 所以呢 我就折衷 在日本城見到一個挺漂亮的櫃 就不是一樣樣的 但這個風格我覺得 都可以接近 不會說太突厚 就是它了 這個呢 是便宜過IKEA那個 但是它就不是木的 它只有上面這塊板是木的 其他下面呢 都是一些膠櫃桶來的 你會看到超大容量 那因為這個櫃呢 它是比較矮的 所以一會兒我拍了進去裡面 然後就告訴大家 我上面是放些什麼 如何好好利用它這個空間 等我噴它進去先 這個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木的 它來的時候呢 是一大個紙箱 長個 都是我今早砌的 我一手一腳呢 將它由不同的elements 然後啪啪啪啪啪 砌出來 有血有汗 是啊是啊 這位先生還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砌好了這個櫃 好了 現在放上面我用來放化妝品的東西 就是它們了 登登 哎呀 應該算了那個位置是剛剛好的 那一會兒收拾完的時候 大家應該看到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放化妝品的位置 很嫩啊 我現在的頭很嫩啊 OK啦 啊 我現在整個瘋破 我感覺到頭是很嫩啊 等我調整個角度 有點暗了 因為現在已經很硬了 我要煮飯了 總之呢 你覺得怎樣 都可以啊 等一下的東西沒有了 是啊 現在還有一格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好啊 因為現在比較暗呢 我打算是明天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個近鏡 因為我是超滿意啊 我擺到呢 好啦 都幾精彩 是不是好像去了那些化妝品店 歐夷眼那樣呢 經理啦 我們蹲下 做個Ending 今天呢 我們的整理家居大計劃呢 是 成功啊 我想一開始它是沒有任何Expectation 因為它會覺得我又是 拿不同的櫃來搞啦 然後整完之後又是很亂啊 但是我覺得 整理完之後 比我自己想像中 都更加分門別類了 嗯 暫時也是啦 然後還有其他 鬧鬧鬧鬧收納的東西呢 今天可能 這條影片那裡太長了 我未整完 太累了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一類型 比較隨便的家居秀男 應該都給不到什麼參考 價值大家的啦 最重要就是 不夠位就 要多點櫃啦 哈哈 沒錯 這一個就是我的中指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如果喜歡的話呢 哇好暗啊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的頻道啊 拜拜 拜拜 趁早上敷敷呢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一間房的全貌 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整齊了 很多啊 上面這裡會有些架 是放了一些我常用啦 或者是新的眼影啊 胭脂的 那就提醒自己 記住要用啦 然後旁邊呢 就是我通常常會用到的粉底啦 還有後面呢 就會是一些的primer 都是一些比較新的 或者是我平時都會拿開來用的那些 然後呢 下面這裡 就會是一些新的唇膏 或者是我自己拍片的時候 都會用到的唇膏 一個就是放矮的 一個就是放高的liquid狀那些的 然後旁邊這裡呢 就放了一些的胭脂 然後一些的單色眼影 下面呢 都是一些胭脂 還有一些highlighter 最底就會是碎粉啦 那我特意呢 這個櫃的上面呢 就量了位 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那我來有什麼用呢 想著呢 在我化妝之前 將我所有想用的東西 全部排在這裡 想一下合不合 然後OK的時候呢 就可以坐這邊化也行 因為旁邊也有鏡 或者是拿過來這邊梳妝台化的 然後呢 下面 哈哈 這一格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呢 就會是一些面膜 質敷面 還有呢 最近都想試韓國的那些軟膜 然後呢 再來下面呢 就會有很多未開的護膜 然後下面呢 就會是一些頭髮 身體用品的 然後現在多了這個櫃呢 我旁邊的IKEA 終於又有很多位了 雖然這個眼影盤也是滿 但是呢 你看看 現在這裡 之前是很物質質 還有呢 是已經去到很多層的 可能幾個眼影盤 搭著一層 那終於呢 可以慢慢有些位 再儲回了 很開心 你看看 很多位剩了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我收納的成果了 非常之滿意 我覺得這樣放在這裡 都挺漂亮 還有挺搭的 昨晚還順便收拾一下衣櫃 因為我們加了三個 這些不直布的儲物箱呢 就可以放了一些冬天的睡衣 跟著金山冬天的衣 還有我自己 新買的冬天衣 好期待呀 整箱都是 還有我們選了這一款有蓋 都挺方便 量好位 衣櫃是剛剛好放到三個 強迫症表示很滿意 看上去是非常整齊 的 好 好 好